台湾有不少的家族事业 上一代把事业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 台湾时尚业的先驱冯雅敏 和他的一对儿女来谈一谈 家族事业的接班 从生出来他就特别容易带 他就很难带 他被哥哥骗了 他很爱哥哥 每次帮哥哥斗得很开心 所以可能哥哥也是因为这样子 也特别爱他 在我跟哥哥的眼里 就是爸爸妈一直是我们的模范 这七年以来 我觉得就是犯错堆砌出来的一些经验 那我们也要能做到让他们放心说 你好像做好准备了 可以把这个世界交叉 你从来没有想去逃过吗 逃过被抓回来了 真的逃过啊 这个是他们农历年推出的除夕年组 这是个舞龙吗 对 它这个是舞龙 还有像那边有一个是 怪奇物 像很红的一个美国的印记 好像那小孩子只能玩这个 只能玩这个 我们家里只有乐高 没有电动 电动是可能爸爸玩的 你们中间有没有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一定都会有的吗 那就 我 我都会买单身体 没有啦 没有 不是啦 他有 事业是很现实的 亲情是很感性的 你的理性跟感性经常交战吧 对 我经常交战 交战家只有家庭了 没有事业 事业要给他们了 那我就到处玩耍 我太开心了 你准备好了 对 我准备好了 在大圆食堂 不止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对 是的 他们在学校中 会召成 crafted 这就是 如果大家兲礼 选择 优优独播放